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指明道姓给予了回应 互相确定了心意 显然 黄瑞恩和罗颖已经捅破了那一层窗户纸 后期应该很难有变数了 大哥大嫂大概率稳了 相比较之下 罗飞与CP则岌岌可危 于悦突然情绪低落 并且与女武完成了互选 遭大批观众吐槽太下头的同时 她与王能能的差距也显现了出来 众所周知 罗拉对于悦是有好感的 即便后期王能能对罗拉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但罗拉内心还是偏向于悦的 但在第三次约会中受挫后 于悦整个人的状态大变 不仅没有变得更加主动 反而在罗拉给予了明确暗示的情况下 依旧选择了退缩 通过节目可以看到 于悦在觉察到王能能对罗拉很主动后 自己却退缩了 吃过饭后就闷闷不乐脱离了群体 罗拉作为一个女孩子 最后主动上前想要逗于悦开心 并且明确暗示自己是一个很被动的人 能接近自己的都是主动的人 提示于悦主动一点的意思不要太明显 但于悦的态度却很暧昧 不仅当下没有给罗拉任何回应 甚至随后给女舞释放了可以试试的信号 再加上当着罗拉的面与女舞互动 不由得让人觉得她是不是转移目标了 值得于悦当晚放弃罗拉 选择看女舞童谣的朋友圈 足以说明她的内心确实动摇了 值得注意的是 前脚对王能能一见轻轻的童谣 后脚立马接收到了于悦释放的信号 并且发了一条特别暧昧的朋友圈 两人互选成功 换句话说 如果下次约会于悦和童谣友缘选到一起 那么他们擦出火花的几率极大 罗飞鱼就真的不稳了 对于于悦突然开谣童谣 CP粉直接炸锅 甚至有很多人吐槽于悦太不坚定 让人非常下头 平心而论 同样是处于不确定的关系中 王能能从认清心意开始 全程只偏爱罗拉一人 对示好的童谣和杨梦静 全部给予了明确拒绝 这份对爱的坚定 或许才是女生想要的吧 就如唐一新所说 当逾越纠结该不该主动时 她就已经输了 换句话说 她不是输给了王能能 而是输给了自己 是她的不坚定亲手 将罗拉推向了王能能 你们对此怎么看 伴熟恋人